大家好,今天用鸡蛋点个豆腐 用这种方法做豆腐,不用卤水,不用内置 做出来的豆腐非常的软嫩滑弹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100克干黄豆 先加入清水 把表面的灰尘给它淘洗干净 洗好后再加入一次清水 这次要浸泡一夜 如果温度高,要放入冰箱冷藏浸泡一夜 第二天把它控水捞出 放入到豆浆机里 再往里面加入800毫升清水 然后把它打成熟豆浆 打熬后先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撇干净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会更加的嫩滑好吃 像这样,再把豆浆给它放凉 常温放凉就可以了 放凉后上面会结一层膜 这层膜是腐竹 挑出来把它直接吃掉就行了,非常的香 接下来豆浆放凉了 我们再用滤布给它过滤一下 过滤后豆腐会更加嫩,不会口感粗糙 取出600毫升豆浆 用筷子先把里面的气泡搅出来 气泡出来后用勺子把它撇出去就可以了 再取出一只干燥无水的碗 往里面打入6个大一点的鸡蛋 加入一点白米醋去除蛋香味 再少加一点食用盐,促进鸡蛋液凝固 然后用筷子把它使劲搅一搅,搅出里面的气泡 搅好后用勺子把气泡打出去 再取一只漏勺,把蛋液给它过滤一下 直接倒入豆浆里就可以了 像这样 等把蛋液全部倒进来后 再用筷子搅一搅,使两者完全融合 上面如果有气泡就用勺子给它撇干净 做出来会没有蜂窝 然后取一只模具 里面铺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 像这样铺平整后 再把豆浆鸡蛋液倒进来 如果想吃口感嫩滑无蜂窝的 上面就给它搭上一层耐高温保鲜膜 想来省事的话可以直接像这样 上面盖上一个大点的盘子就行了 然后开水上锅,转中小火蒸20分钟 蒸好后再焖10分钟 具体时间要根据豆浆多少来决定 像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豆腐 方法非常简单 不用卤水,不用内置 口感也是非常的嫩滑弹 吃起来豆香味非常足 还有淡淡的淡香味 每次我都会多做一些 放冰箱放个两三天都不会坏 可以煎着吃,蒸着吃,还可以炖着吃 口感都是非常的不错 像今天就是直接拌着吃的 把它切成小块之后 再调一个料汁 料汁是这样调的 碗里加一点水溶盐 再加入一点生抽 一点小末香油 然后用温开水给它调开 搅拌均匀,直接倒在豆腐上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再加一点小葱花点缀一下 就非常的好吃了 口感非常的香,纯厚,又清淡 而且蛋白含量也非常足 喜欢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方便下次好查看 我是阿胖,谢谢您的观看